而说当打开第26个白宝箱的时候 发现这里边装的全部都是皇帝生前的养生蜜蜂与蜜丸 它是用羊皮书圈写成的 之后打开最大的一个棺果 也就是万历皇帝棺果的时候 令考古绝家非常的惊讶的 因为他们看到这万历皇帝的尸体保存的相当完好 就看到这万历皇帝他头枕欲枕脚踩欲莲花 而在他的身上边穿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御衣 咱们都知道这御衣叫什么名字应该知道吧 四个字的 金鲁御衣我想咱们都听说过吧 它是由1360片当地产的时候一大折而成 然后用一根金丝连接起来 而这根金丝它是没有接头也没有焊点的 之后考古绝家就把这件鱼衣从皇帝身上边摘下来以后 过了20分钟皇帝的尸体发生了变化 皇帝的尸体腐烂了 考古绝家非常的惊讶 所以为什么把这件鱼衣拿回去做研究的化验 惊奇的发现这种浴室里面含有18种微量元素与矿物质 对人的身体是非常有意义的 之后打开旁边两个官国 也就是校端校尽两位皇后合葬官国的时候 感谢 creamy millimeter 胸 黄